打起来就好 不好了 现在去找小勇 问个清楚 问个明白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把我给挤死了 刚刚啊 我去我姐那里啊 听到我姐跟我姐夫在那里 吵战 听到小孩说还打起来了 所以说 我现在去找小勇 到底是不是 到小勇家了 小勇 还在睡觉 大什么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快点快点起来 起来 起来 我跟你说正事 快点出来 快点快点 也不好了 大事快点快点 什么事吧 你说嘛 我跟你说 严重了 这事你犯错了 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你 你老师回答我 你昨天是不是又去我捡 那个鱼塘抓鱼了 去了 他两夫妻吵炸了 哎呀 那个鱼他又不要 吵架就吵架嘛 夫妻哪里有不吵架的 你知道他们你为什么吵架吗 什么事啊 因为上次你送那个罗飞鱼给我的时候 我姐说又是带他一堂抓的 结果他老公生气了 你要这一次呢 你又去他那里抓那个糖角鱼啊 他老公知道了跟他吵起来了 我上次抓到罗飞鱼不是在这里抓的啊 那昨天那个糖角鱼是不是在那里一堂抓的 是的 所以说他两夫妻吵架了 不可能不可能 他们吵架 他绝对不是因为我去糖鱼汤去抓鱼 那因为是什么啊 那我怎么知道啊 你去问他咯 他儿子说就是因为你去抓他的鱼 然后吵架了 他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就好 打起来就好 夫妻肯定有吵架的时候啊 手指很正常啊 打起来好 打起来 等下你就没玩了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就麻烦了 上次不要去抓他鱼啊 等下真的啊 知道了 我也是抓最后一次 也没有鱼可以抓的啊 我跟你说 如果他两夫妻打起来 那还好 如果等下那两夫妻合合 打你就麻烦了 我帮不了的 你知道吗 一边是我姐 一边是我姐夫 一边是你 我砸在中间 你说我难不难 知道了知道了 我以后不去他鱼汤抓鱼了 他们吵架 那绝对不是我去他鱼汤抓鱼的 那是什么啊 我怎么知道 这个你要自己去问他咯 但他就是这样 我在外面听到 哎呀 夫妻肯定有吵架的时候嘛 是不是 但他小孩就说 就是因为你去抓他的鱼 搞错了搞错了 绝对不是 怎么搞 这事啊 他两夫妻打炸了 炸炸了 哎呀炸了 过两天就好 过两天就好了 过两天就好了 这很正常的 是不是 夫妻哪有不吵架 你还说炸炸好 炸炸就不正常了 我跟你说 等到离婚就惨了 啊 说什么了 认真的是 这本来就是 等到炸炸炸得厉害就麻烦了 哎呀 夫妻有点 这个小到小弄 船头炸到船尾 这个很正常的 知道吧 生活嘛 我可能是缺失美的 总会遇到一点小挫折 是不是 反正过来就过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你呢 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去他乙堂里面抓鱼了 他乙堂了 你也不要下去了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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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他两夫妻打炸 两夫妻炒炸是小事 如果真的等上伙伙起来打你啊 就麻烦了 不是小事了 我帮不了你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说了 虽然你个子这么大 你不可能打得赢他们两夫妻了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说你不要去他乙堂里面抓鱼啊 他炒 这次炒就炒了 打就打了 随便他们了 也有可能像你说的 他两夫妻呢 不是因为你去他乙堂抓鱼 但我听我那个外甥说呢 就是你去他乙堂抓鱼 他两夫妻才吵起来的 然后才打起来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敢不敢多问 我怕问多 人上连我都被骂 知道吧 知道了 你呢就好好带着个狗就可以了 把他养 养好 让儿子养 好的 你去睡觉吧 睡吧 哎呀 去睡觉吧 送给你养 我不要 我不要 刚刚啊 我去我姐那里啊 我在门口那里 听我那两个外甥说 他爸妈在炒仗 说啊 都是这个小勇啊 去他鱼堂里面抓鱼 然后 那个鱼太小了 我姐夫呢 想让养一下 然后呢 小勇呢 就不经过我姐和我姐夫的同意进去 全部把他抓完了 上次抓呢 本来就有意见了 但小勇上 告诉我上次呢 不是去他鱼堂抓的 因为昨天呢 的确是在他鱼堂抓 那个唐角鱼 其他地方没有唐角鱼的 就他那个鱼堂有唐角鱼 所以说啊 被我姐夫知道了 回去啊 跟我姐两个吵架了 差点打起来了 这个小勇还在这 幸灾落祸的时候 打起来好啊 打起来好啊 说两夫妻来了 不吵架 不那个的 真的 是我都不知道安了什么心 吵架还在那里说 吵架好 吵架那个 气死了 真的是 我最怕他这个我姐啊跟我姐夫啊 等下活活起来 打这个小勇啊 就麻烦了 因为这里是我姐的地盘 如果真的要打小勇 要骂小勇 赶他回桂林的话 打不过的 跟你说 没有理由的 因为毕竟是他先为业的 搞得我现在都那个了 小勇啊 嗯 你听到没有 知道了 不要去抓他的鱼了 好的 好的 我先去喂猪啊 好的 好